大家好,我是Trisha 歡迎收聽安博足球快信 歐國杯外圍賽B 早展開一場焦點戰 法國將是主場迎戰荷蘭 法國近年來,青年、才俊、勇言 陣容班底相當洪厚 反觀荷蘭就信息不少 對內,陣容比較平庸 而且風扇的中建能力又一般 相比之下,主場作戰的法國 有望取得小組賽開門紅 法國實力強勁 在去年廉帝舉行的卡塔爾世界杯當中 他們過關斬仗來決賽 最終遺憾的是 在十二碼大戰當中 不敵阿根廷無緣為免 即使如此,中館整個祝壇 法國現時的陣容班底 算是最頂尖的檔次 陣容結構亦相當合理 基奧特和基斯文這些老將 可以令杜林、杜迪寶這些經驗欠缺的球員迅速成長 而頭牌的麥巴比更被主帥迪金斯 陰點成為新任隊長 對此,他今仗勢必會額外落力 值得一提,法國隊士曾與荷蘭交手28次 整體情況相距不大 但雙方在近十年的對決當中 勝利就較多落在法國這一邊 法國可以說是佔據絕對優勢 他們近六次是人足五場 其中三次主場面對荷蘭全部獲勝 當中攻防兩面都是這麼好 得失球比是8比1 今次再次有主場之力面對荷蘭 法國是有力擊退對手 至於荷蘭這一邊 他們以前是崇尚進攻的球隊 全攻全守的模式 亦收獲了一大批粉絲 可惜,隨著各路球星退役 近年亦沒有湧現更多球星 走向平庸的荷蘭 目前只能用看菜食飯去看待 時任主帥雲戈爾 就是看菜食飯的高手 知事陣容班底較為薄弱 他帶隊的成績都有保證 不過由於身體原因 這名老歲再次卸飲 朗奴高文就第二次成為主帥 回顧朗奴高文首次 執教荷蘭的成績 20場比賽贏了11場 勝率只得5x5 當中進攻就是他們最大的亮點 一共攻入43球 好像孟菲斯迪被這些攻擊球員 在他徽下都有不錯的發揮 不過這次再次執教荷蘭國家隊 朗奴高文面臨著不少挑戰 以4-3-3陣式面對進攻銳利 防守穩健的法國 可能並不有效 但這也是這名主帥 回歸國家隊之後的首戰 所以他不會改變自己擅長的陣式 兩條邊路是重要的防守陣地 而對自己不利的是 能攻能守的邊路球員 倒免金像要坐球監 在面對麥巴被這些邊路爆破好手 荷蘭金鋪的防線被擊穿也不意外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分享給朋友觀看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